星期集有一首诗 叫梦里挑灯看见 星期集有一首诗 醉里挑灯看见 梦回吹脚连营 八百里分回下至 五十仙翻晒外生 沙场求点兵 马坐地路飞快 功如霹雳玄京 这首诗基本上表现了一个将军 如何希望能够在战场上拼搏与战斗 可是当我看到古战场的时候 我不仅又想起了曹冶琴的一首诗 荒炒一堆土埋了 这首诗的前一句 是形容那些达官贵人古今将相 当然它是一个排比句 好比说古今将相在何方 荒炒一堆土埋了 还有一些其他的异象等等 基本上我觉得真是这样 如今你看看这地方 只剩些鲜花了 而那些帝王将相 也只剩些故事让我们平掉 而他们真正建立了什么呢 真正建立了工业吗 也不见得 因为拿破仑的春秋大梦 就是想建立一个大帝国 法兰西帝国 可是他失败了 这种帝国梦啊 在中国依然在延续 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好现象 因为真正我觉得人类应该学会的 就是互相的包容 和平 发展 欣赏对方的差异 世界因为差异才没 都一样的话 就很单调 物种的好处不就在于它的多样性吗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高地 我现在由于我对拿破仑这个历史啊 不太了解 尤其是这个 华铁卢战役的具体状况 所以呢 不太清楚这个高地有什么重要的意义 为什么上面都有一个狮子 现在呢 我要去看其他几个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个手册 哎呀 今天风很大呀 看到了吗 现在就在这个位置 这个杀土堆 我现在想去这个呀 和底下这个地方看一看 基本上已经没什么了 OK 我刚才忘了 我是背骨的 现在就 真正的正面 只是在游户 我们的游户太容易要游户 拜拜